天价午餐换来免费TR和营销 给自己公司盖个靠谱的戳 给自己头衔再度一层金 恐怕才是孙宇晨看重的潜在收益 去年7月初 币圈首付李孝来的一段私底下聊天的录音被曝光 在虚拟经济投资圈机器不小的波澜 聊天中 他自曝币圈割韭菜套路 称很多币种都是空气币 这也被视作一个割韭菜者的自白戳破了币圈的新衣 有意思的是 他还主动丢起了90后币圈大佬孙宇晨 你再去看孙宇晨 就不用讲了 他肯定是忽悠 孙宇晨是谁 或许可以这么说 为人不识孙宇晨 深耕币圈也白混 生于1990年的孙宇晨 是国内某顶尖学府学士 藤教硕士 各种光鲜头衔傍身 除了波场TROM创始人加密资产先驱之外 他还是湖畔大学首批学员中唯一90后学员 90后创业领袖和福布斯常课等 值得一提的是 他还是作家 有情提示 看他百科 有对其辉煌履历事无巨细的罗列 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 但彪悍的人生喜提各种头条可以解释 就在今天 他又上了头条 据报道 今日凌晨 2019年巴菲特午餐的竞拍胜出者揭晓 正是孙宇晨 竞得价格4567888美元 创下巴菲特午餐竞拍价的历史新高 在三天前就做足了铺垫 预告干了件大事的孙宇晨 在再次被美光灯聚焦后发微博称 自己是巴菲特价值投资理念的长期信仰者 并邀请区块链行业知名人士一起与巴菲特交流 什么叫千金一致 花三千多万元净拍巴菲特午餐做了注解 贵吗 贵 值吗 不好意思 值不值当事人说了算 对曾一次套现二十个亿的孙宇晨来说 这笔钱可能真的不算多 考虑到巴菲特午餐早已成大IP 今年又是20周年 节点溢价加上眼球效应加持 没准这是孙宇晨等净拍者眼里ROI极高的投资 所以在贫穷限制了想象力的人看来 这是有钱任性 在孙宇晨那里 这兴许就是一件竖雕 知识付费在其次 一通操作猛如虎换来免费PR和营销 给自己公司盖个靠谱的戳 给自己头衔再度一层金 才是更重要的潜在收益 可奎珠当下 网友对此的反应除了羡慕极度 还有更多的不感冒 有网友开始巴起其高考 从三本到名校逆袭之路的疑点 这其实也是迂回质疑 说到底 在贵不贵值不值之外 公众对此次备受关注的午宴 还有另一个评判维度 该不该 这连着的是更进一步的价值观层面审视 法律之上有道德 孙宇晨竟拍巴菲特午餐 合法性不存在问题 也没太多意义 但这能否得到公众价值观层面的认同 难免存疑 很多人质疑的箭头对准的 并非跟巴菲特一块吃午餐 而是孙宇晨千金一致背后的底气 他的资本原始积累 似乎来的并没那么道德 所以一直以来 与他的发家史半生的 就是割韭菜黑点 公众对币圈坑中小投资者的做法深恶痛绝 以至于编排出对酒当歌等段子 孙宇晨很难必得开韭菜门的拷问 而在花天价拍午餐行为的硬衬下 其财富的合得性疑点会被放得更大 质疑声量也会来得更猛 孙宇晨这不是首次显风头 站在风口的他 向来深安当网红 拨眼球 抢头条之道 这无可厚非 可在割韭菜问题上 公众注定没那么包容 质疑也必然顺着这道出口喷涌 毕竟币圈生财之道就是一场击鼓传花游戏 已被越来越多有识知识所窒息 没有实业作为奠基的虚拟货币 本身并不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财富增值 那些被越推越高的数字充其量说明 这场博傻游戏吸引了足够多的入场者接盘 早在2017年 国家层面就开始清理境内比特币交易所 今年4月 国家发改委发布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明确虚拟货币挖矿活动列为立即淘汰类产业 指向性也很明显 在此情境下 孙宇晨标榜自己是价值投资 似乎也反证了李孝来对他的那句评价 事实上 无论是之前的高曝光度 还是这次高调拍的巴菲特午餐 都证明了孙宇晨对炒作的擅长 这也合乎李孝来爆出的割韭菜路数 非但要发空气壁 创始人还要当流量网红 找到炒作的点 开交易所 然后坐等接盘的上钩 耐人寻味的是 这次午宴因巴菲特和孙宇晨的同框而多了很多话题性 因为二人的画风有些违和 被誉为股神的巴菲特 信奉的是价值投资 他向来对比特币等去中心化的加密货币持怀疑态度 他连续两年在伯克希尔股东大会上痛批比特币 称其是老鼠要的平方 是赌博设备 并预言数字货币不会有好下场 属于没有生产力的投机资产 比特币纳点有限的用处与欺诈活动有关 而孙宇晨赖已发家的 正是加密货币 因而这也被看成是两种价值观的冲撞 孙宇晨也许是想通过跟巴菲特的午餐 去为自己的炒币行为证明 可在很多业内人士看来 巴菲特的惯有立场 恰是对拍的巴菲特午餐的孙宇晨的讽刺 到头来拍下巴菲特午餐的孙宇晨 注定难逃拷问 搁着韭菜吃着巴菲特午餐 你良心不会痛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 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